印尼西州華省馬賈倫卡一間工廠 在7月6日 大約有100名工人集體行為失常 有關影片在網絡上流傳 他們不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 有人歇斯底利地尖叫或哭泣 無養的工人合力將失常的同事扶到去空曠的地方休息 部分人面露痛苦的表情 詭異的場面令網民震驚 警方在7日就說工人失常的原因或與沒有吃早餐有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